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玛丽亚 前两天我的好朋友他给我发段信 他说他决定好了他要离开中国回俄罗斯 因为他是俄罗斯人 他在中国大概住了三年 也不是很长时间 但是呢,他本来没打算回国 但是为了这些疫情的情况 他直接没办法好好上班 没办法好好赚钱 所以他决定了他下个星期要回国 他不在上海对吧 对,他不在上海 他好像在上海附近一个城市 他还有让我给他结一点钱 因为他那个钱不够呀 因为现在没有飞机 直接从中国到俄罗斯 所有的飞机都不飞 现在如果你要回俄罗斯 你要看别的办法去 就是转机 最便宜的就是从杭州飞到 然后从非洲飞到莫斯科 这么麻烦 对,麻烦是麻烦 但是便宜的 机票便宜一点 对,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住在中国很长时间 他也东西比较多 所以他现在准备找一些会计 送到俄罗斯 他不打算把这些东西 直接就带到飞机里面 现在机票多少钱呀 他说他的那个飞机票 大概买了6000块钱 有的人说 你从中国到俄罗斯 直接就是这个飞机 你要付1万多的块钱 就是普通的飞机票 这么贵的 所以很多俄罗斯人没这么多钱 他们直接就是想办法怎么回国 对,然后他钱不够 然后跟我们借了一些钱 对,我们借给他 现在发现好多我们认识的一些外国朋友 都越来越多离开上海或者离开中国 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甚至一些别的国家 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从2020年 很多外国人慢慢开始回国 有一些外国人再过一年 到大概2021年开始离开中国 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中国 他们的父母都在国外 都是不是年轻的父母 所以年龄大的人比较担心 现在你出来从中国 回来到中国很麻烦的 都要隔离很多天 而且飞机票贵的 还要隔离 对,所以很多人不考虑回来 对,我觉得很多方面 都是因为工作和生活上面 有很多问题 或者比较麻烦 不像之前 工作比较方便 我发现了 就是疫情 让很多外国人回国 或者他们甚至去国外 别的一些国家工作 你不是有一个好朋友 乌克兰的 他去泰国找工作了吗 他本来特别想回中国 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呢 后面发现了 还是很麻烦的 然后我跟他聊了 他说他考虑了很多亚洲的国家 然后最后一个说 考虑好了去泰国 因为泰国 那个地方 疫情的情况不太 不太严重 对不太严重 而且现在 我看了昨天好像的新闻 还是上个星期的新闻 都说泰国现在 你去泰国旅游 你不要隔离在泰国 以前要隔离在酒店五天 现在好像很简单的 直接就是要打疫苗的 那个一站 还有像核算也不太需要做 因为一些国家 可能不是说疫情不严重了 只是说他们的重策都放开了 躺平了 是这个原因知道吗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美国朋友 他们准备回国 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去看一看 然后想回来也没办法回来的 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这就是 直接就去了俄罗斯 打算回来 他们的猫 到现在还在中国 他们没办法 他们的把他们的猫 送到俄罗斯 没办法 已经没见过他们的猫咪 大概两年多 好像听说这次 因为上海的疫情比较严重 很多一些外国人 他们也打算解封之后 要离开上海吗 我知道微信还有一个群里面 群里面写了 外国人离开中国 每个都写了什么时候离开 离开离开 因为说就是这个上海的疫情 很多人不开心的 所以要回国 对确实 因为上海这个月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有幸福的感动的伤心的 难过的甚至让人愤怒的一些 一些人的所作所为 就让很多人非常的生气 上海这个怎么说民生吧 也不太好了 而且你知道外国人在中国 比较喜欢吃国外的东西是吗 但是现在你很多东西买不到 所以他们可能更难受的 对现在都团购都是一些蔬菜 而且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 是的 我有一个群里面 俄罗斯群里面 他们 我记得上个星期 有一些人发了照片 那个蔬菜的照片 然后问了 这是什么蔬菜 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帮忙忙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很多蔬菜 你们在中国那些蔬菜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对 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些麻烦 但是我认为上海会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这次让很多人气愤的不是上海人 不是上海 而是一些在上海 有权有势 但是不作为 发国难财的一些人 但是这些人最后肯定会被清算的 我们也希望这次疫情早一点结束 上海回归到平静 还会是从旧那个东方之书 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人离开了上海 但是可能再过一两年 他们好像也可能要回来 要么是游 要么是重新找工作 因为不管现在是什么样的 上海还是国际的城市 而且很热闹的 大家都还是喜欢上海